近代的中国其实只有两个地位 北方的俄国 东方的日本 我们知道中国近代史 甚至现代史 始终绕不开的就是这两个国家 围绕的一条主线就是东北 那么俄罗斯自从脱离了蒙古人的忌盘 他们用了一千年的时间来扩张 最终我们失去了 北方面向日本海的出海口 我们也失去了蒙 现在对中国军事压力最大的 其实就是前苏联 无论是俄罗斯遗留下来的 能源 或者说军事上的压力 还是西部 与我们交界的 这些边界纠纷 几个斯坦 蒙古 俄罗斯自身与我们交界 都是未来 有可能发生问题的地方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宣扬 中俄两国在能源上 有紧密的 这种联系 习近平这一届政府一上台 就花巨资买了一个安全 他们买的其实并不是实用 而是一个安全的宝藏 他们希望用经济上的 利益来牵扯住北极熊 我们只要静下心来看一看 北方有多少条国防公路 在人际罕见的地区 大力的投资了公路 铁路 中国的人员 主要还是依靠煤 那么我们在西部经常看到 有一些运煤的专线 就这条火车道上 它除了煤 别的东西它都不拉 那么沿的北方 我们有很多预设的国防线 有很多预设的武器仓库 当然了 还有纵横交错的公路 有大型的武器和兵员训练的演练场 日本呢 也有一个 对中国方向扩张的 这么一个历史上的需求 中国历朝历代 你要追根溯源的话 它至少有三个朝代 是因为日本而灭亡 明朝的灭亡 是把国库搞完了 然后遇到了一个小兵河期 气候极端恶化 大汉大闹 那么流民四起 党争 加上这个急阵 我一直把它称为明朝灭亡的 三大阵 那么外敌入寇呢 它有一个前提 所有的主线 你最后都能归到三大阵 如果没有 抗日元朝 明朝的国库 不会被耗尽 遇到灾年 不一定挺不过去 而且你别忘了 真正明朝灭亡的时候 正是小兵川期 结束的时候 你要是再多挺个三五年 可能就过去了 那么国库如果不是因为 抗日元朝 搞得空空荡荡 这三五年 还有问题吗 那么清朝也是一样 清朝已经睁开眼睛 看世界了 遇到了一个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打破了 老大帝国的 庞大的这个形象 所以最终导致了八国联军 不是说清朝的灭亡 要归咎于日本 而是说 日本是戳破这个泡沫的 一根刺 通过它 整个世界了解了 清朝的经济状况 虽然不错 它的GDP也是全球第一 但是肥大并不得于强了 大清灭亡以后 成立了一个共和国 那么这个共和国 几经转折 1927年到1936年 曾经出现过一个 辉煌的十年 一切都在1937年结束 当年所有的地方割据政权 都没有能力取代中央政府 那么中华民国 为什么会退出台湾 根源就在于 1937年爆发的 全面抗争 如果没有日军侵华 就不存在这个事件 共军也不可能 在国弱兵疲 大家已经 怨恨了战争的这个时候 获得了一次执政的机会 导致整个中国社会 陷入所谓的 社会主义危机 我们知道 这70年来 中国人经受的苦难 比任何时候都要多 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政府 上管天 下管地 连思想 都要管 现在不是 焚书坑儒的问题 现在连思想 他都要同管 原先我们知道 有一个中纪委 他是管官员 今年又出来一个监察委 他连老百姓都得管 他在法律框架之外 吝啬了一套体系 他只要觉得你对政权有危害 他就可以要过法律 掀起的激压力 而且你没有律师介入的可能 中国所有的这一切 它的来源 最终都是日军侵华 那么中共 躲在山窝子里保存实力 利用民众 对国民政府的不满 最后获取了这个政权 直到今天也是一样 俄罗斯来自北方的压力 是潜在的 但是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任何一个当政者 他都不会忽略 这一个威胁 在北方 每年有巨大的投入 是在国防上的 因为它显现 是与国民经济有关 所以它的名目繁多 很多人都忽视了 在国防上的投入 那么日本呢 它是封堵中国的一个前线 它始终想上岸 这是他们从 一千年以来 一直抱着的一个幻想 他们曾经学习唐朝 学习河南 最后我们知道了一个 黑船事件 他们整体的开始学习西方 但是他们的思维 还是东方的 俄国和日本 要的都是土地 他们需要施展自己的财富 施展自己的才华 俄国它是要一个温暖的 面向大洋的出海口 不管是大连 还是哈尔滨 都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地方 他们扩张的脚步 不会因为暂时的责负 而放弃 他们一直在等待机会 那么日本呢 他从参与到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 就一直没有放弃 对中国的渗透 全世界现在对中国政体 对中国官员体系 了解得最清楚的 应该是日本 他们每年不断地在更新 在华投资指南 已经精细到 连中共的基层的官员 上学 党校 殷勤 都已经记录在案 提供给在华投资的 日本公司使用 这些资料都已经是属于公开的了 那么更加涉密的呢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 我们只知道在中国有很多人 他的面目是清华的 当然也有很多政客 他的面目是清俄的 其实摆在中国人面前 就是两个虎视眈眈的邻邦 不要因为中美之间发生了贸易上的对峙 而忽视了近在眼前的威胁 这个威胁不仅实实在在的存在了很多年 而且他也应该让我们重视他 在现代非常困惑的这种国际关系之下 中国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其实是在应对的时候 不要忽略了 近在眼前的 随时可以发生的威胁